今天終於大升,昨天說過最少升超過五百點 因為我昨天都不敢說太大,因為跌到這樣的話 今天就升到1600點 究竟原因是什麼呢?其實都有點硬來的 國務院說中美監管保持溝通,支持企業境外上市,積極出台有利 現在就這樣說,但待會有空一跌的時候 又說我現在都是想你不要上市了,又跌下去 但究竟現在是真的彈一彈,就馬上插進去還是怎樣呢? 今天其實你看回最大升幅 你看到這一堆全部都差不多是科技股 萬國數據,整四成多,Bilibili,東方,京東,葵程 理想汽車,赤子城科技,尼盟,小牌汽車,美團 這些呢,今天最少都差不多升成三成了 你看到呢,究竟是不是代表著現在就是從此就馬上上天堂呢? 其實呢,你就看回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你現在看到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但其實呢,它也是受制於那條20天線的 你看回現在,就這樣看美團吧 我們看回一個月吧 你看到呢,其實呢,它今天只不過升到剛剛好呢 是去到這個20天線,也都是141元左右 其實呢,如果它真的要上去的話呢 那就真的要回到這條紅線上高 你看到呢,其他其實都是這樣的 包括呢,就是700啦 就是700變成了小價股 你看到今天呢,它也是剛剛好呢 只不過是到了這個372元 你看回,有沒有372元 367,升成兩成三的 至於9988呢,也是一樣的 所以呢,其實呢,你現在呢,都很難說就這樣 今天呢,就代表著呢 是從此就好日子又回來了 因為呢,它其實明天呢,又可以呢 陰些陰些之後呢,又再插過 所以呢,但是,你看回那個升幅榜呢 其實都暗示著呢,我們如果真的 將來是為了,就是想賺得多的話呢 其實呢,就不需要去買個別股票的 因為你見,升得最多呢,都不是這三隻 甚至乎美團呢,竟然都是 呃,屬於升幅榜裡面最尾那隻 那最強的那隻是什麼呢 其實呢,就是這隻兩倍 南方科技指數,就是4x4 那,因為你這些呢,很難是會猜到 以及你這些,跌得多都插得多 就是升得多,也是插得多 那這個當然也是 但是問題是,你不會受著一隻股票的危險出現 即是,如果你既然是薄的話 因為我覺得,好像阿里巴巴這些呢 其實是,就算他升市都好呢 即是,隨時呢,他都是照自己在陰跌的 那,就不關過市事 因為你見之前,其實他都是 即是,不是現在才跌的 他是,升市的時候只是跌著的 那,所以呢,就 我覺得是,不要理 即是,不要理一隻 只是,那你只是一隻 或者呢,另一隻呢,你可能 比較,美股一點的就是7266 那,今天也升了9% 那,當然他也不是跌得厲害 那,所以就 當然不會升得太多 但是,你說,就是分散一下 中美,那兩隻科技股 那,我覺得這樣是不錯的 如果你想拼大的話 那,因為你看回 726呢 如果你上回去,都很誇張 應該很誇張 再看看 那,你現在過幾都升上12元 那,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想為了 發達也好 就是,想資產升值也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選擇 那,可能又會說 那,就是想怎樣呢 因為,你又說 好時間都未肯定是跌定 那,其實我既然昨天都所說 就是,其實你用爭士通道也好 又好,用250天線也好 其實呢,現在是穿硬 不是,現在是穿了底的 簡直不是到底的 那,所以呢 其實呢,其實呢 你是現在呢 就是,昨天都說 其實你可以買的 只不過你買完之後 你就不要乖乖叫 就是,你要預定你買完之後 就是,插了下去15000 你都覺得無所謂 那,如果你是有得分 那,當然你現在買得住 那,跌到下去 就是,有機會去到15000 那,你就買一次了 就是,上回來正正常 上回來,這條線上高的時候 又再買一次 這樣呢,就是最好 那,如果不是呢 那,如果不是呢 你說,要確認 建底呢 那,難道上回來 那,我已經確認了建底 它已經升回到30,000 所以呢 這就不是一個好的策略 因為,安全的時候 代表它已經貴了很多 那,所以你要買便宜貨 的確是,現在的 那,我們看回呢 那,我們看回呢 那,去到 去到,去到 看回我們的創新高 那,其實昨天都說漏了 那,其實昨天都說漏了 那,有一隻是零射 之前說的那隻呢 就真的很誇張 那,就是這隻直華集團 其實它昨天都照升的 好像呢 平行時空那樣 那樣 所以今天呢 升得時高呢 是正常的 那,它現在都是創新高的 那,另一隻呢 那,就是之前說過的 那,就是智欣啦 那,這個是當然 它不斷爆上去啦 那,因為它 買的時候 是 以我印象中的 是八毫子的 所以那時候說 如果你買的話 它的圖是漂亮的 那,但是你就要 自己認識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要走 那,其他我都看過一下 其實現在都 你都可以看一下 在那樣差的時候 究竟創新高 是有些什麼 那,我覺得 其他我都看過 好像這個 是做 就是 總之現在上來的 這些圖都好 但是這個 是做一些電子燃的 但是電子燃好像不太好 那,我 見到呢 稍為正常些 又不算是 升得太過誇張呢 市值呢 只不過只剩下五億而已 那,它那個 做畢業的呢 那,你看回呢 它其實呢 都是 做 呃,它這裏呢 就說做家師 那,其實呢 我覺得 見到它那個 嗯 是做香薰 多些的 那,我覺得 這個香薰 也算是多 那,而且呢 我見到它的業績呢 就是 多人買 而且呢 我見到它的業績呢 是真的 實際上是真的 好的 另外說,創新高呢 呃,當然是很符合一些 古怪投資的那些 因為它其實就是 虧損而又不斷升的 那這些通常呢 都是 升到上去呢 你就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不是那種拼搏 搏激型的話呢 那你就 那你就 起碼找回一些 好像 你啊 業績上 起碼你看到它 這裡呢 都升成2.5倍這樣 那,就是 好像都是符合 業績 上的 所以它會升 那最後呢 其實呢 這陣子呢 我見到 啊,還有這個呢 其實呢 它是很少街貨的 你看回呢 呃,那個網站呢 它們呢 是本身已經 用回ETINET 就比較好一點的 它就已經拿了 那兩大 股東呢 就已經拿了 是差不多 五成啦 那但是 另外那五成呢 它又不出街的 你看看 這個是1925 那這個呢 駕駛了五成幾 這個駕駛了成三 那你看回呢 這個1925 它在SECUS那裡呢 其實呢 就有 有 45呢 就先在SECUS 那所以呢 其實很快呢 就去到45.82 因為你去到 這幾間呢 就已經是去到45.82 就是去到 差不多這間已經四成啦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就很少 很少在街那裡 是可以 給你買 那所以你看到 成交呢 都是一格格的去 所以就非常之 少的 它是 那 四十幾萬而已 那所以這個是 比平時 高風險的投資 那 第二樣的 最後就是想說呢 這一陣子 其實呢 你可以留意到 今年的版塊 應該是升回 光幅 和玻璃 就是 太陽燈玻璃 這樣 因為呢 你見呢 這陣子 發揚一彈上來 是 彈得很急 就是 它 總之 一有機會升 就會升上去 即是 農園電力啊 你見 六八六五啊 就是 你們可以留意這些 那 還有一些 一一一零 一一零 不是一零九 一零八 你看 你見 其實 因為呢 你說 升一成幾 有多厲害啊 今天 正尾團也升三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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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它其實呢 沒有跌得那麼多 但是呢 一升就 升很多 所以 其實它是比科技鼓強的 還有剛才不知道有沒有說的 三八六八 還有 就是 七五七啦 即是兩隻都是 都是 陽光 一個是陽光能源 七五七就比較小 一些 因為升九成很少 不是 升九個百分之很少 那 就是 三八六八 就是 升五個百分之 那你要記住呢 它們這些 全部呢 都是沒有跌得很金的 那所以呢 就是 一聲 插回去 只有一毛錢 那所以 所以我覺得 你留意 今年呢 應該是太陽能 那其實 美國那邊 都是升太陽能多些 那所以 今天 說的大致上 那麼多 那我們 下次再見 那如果你都 有些什麼特別的股票 值得推薦的話 都可以 歡迎在下面留言 like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